你不要在Google上搜尋那些數據 Google數據不一定是真的啦 來 百度回答 中國青年失業率普遍持續上升 六月步進一步盤蹭到21.3百度 OK 你不要去跟政治沾到邊所有的生活 我是覺得還比台灣生活得更愉快 那你為什麼沒有想說去那裡 你為什麼想說沒有不去那裡生活 我在那邊生活二十幾年還不夠啊 我都在深圳就是珠三角地帶比較多 但是廈門也待過一年啦 東莞現在是應該超卷的吧 正常啦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 勞力秘籍的那種都在轉型啊 早期台商過去做的也都是勞力秘籍的產業啊 最終你他的整個勞動法完完善了之後 你就沒有那種所謂的低價勞動力的紅利了嘛 必須轉 你不是轉到越南 你就是轉做內銷就是這樣子嘛 啊內貌你住不贏他們本地人啊 所以大部分都是很多人就撤退回來 乾脆退休啦 就是你是農村地區的戶籍 你就是不列入在城鎮裡面 我跟你講你不要在Google上搜尋那些數據 Google數據不一定是真的啦 農村人口怎麼會有失業的問題 對 所以我剛剛就說失業率是不統計農村地區的 對吧 你剛剛是這樣講的啊 來 百度回答 中國青年失業率普遍持續上升 六月步進一步盤蹭到21.3百度 OK 百度 OK 這不是Google 這是百度 中國政府自己承認的 你看 國家統計局破防了 青年失業率達18.8 這今年9月23的 越來越多 全部都是百度的數據 造謠中國百度自己也這樣寫 我也沒太糟糕了啊 李克強自己都說過了 中國六億人月入一千 李克強造謠嘛 難怪他最近弄掛了 呵呵 這樣收音比較清楚 對吧 你自己也知道 不然你怎麼不留在中國那邊開滴滴打車 要回來跑Uber 是吧 阿楚楚 你是 你什麼時候 上次什麼時候去大陸的 我啊 我疫情的時候回來 嗯 我不想在那邊被關我就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說好嗎 我不想在那邊被關 我是大家想要那麼可怕 只是不想被關 就算是好 那個 這一次 這一次不是這樣 阿台灣不是一樣 回來也不是 都沒自由 還不是這樣幾乎關起來 沒有我 沒有我 我可以這樣子 怎麼可以車的上街啊 去全年買東西 哈哈哈哈 疫情張還又有 聽說他們那裡不行 我剛才一年半熟 每年還要被捅鼻子捅嘴巴 這倒是真的好像 我車了快兩年才有疫情 好刺激喔 天啊 謝謝 謝謝 謝謝師傅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前情提要 剛上車沒多久 師傅就跟我們攀談一些 中國跟台灣的差異阿 然後就分享到他自己在那邊 做過這個台商嘛 做這個好像是 電子業務還是做什麼的 有點忘了 總之阿他來說 我們去那邊多看看 會發現不是民進黨說的那樣 大陸沒有民進黨說的這麼可怕 因為那段前面我們不知道 他想要跟我們聊政治嘛 所以我們前面沒錄 所以我是覺得一個 蠻好玩的過程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這個車上 最後司機是有點尷尬 他下車體行李的時候 他也是有點 這個小不爽的阿 但是我覺得 台灣的政治也是很可愛阿 雖然我們這樣政治觀點 都不同 然後這個想法也不同 但是 還是可以和和平平 客客氣氣的 謝謝 謝謝你 OK好謝謝 掰掰 然後雖然他這個臉是極度的不爽 OK 我們台灣人雖然這個 吵歸吵 但是該有了禮貌 還是會給 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晚上還有正片 我是八九晚點見